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八字解读人生 风水改变命运 大家好 居士 从业风水26年 很多人通过我的调节都获得了巨大成功 针对八字测算 风水布局 命力分析 事业财运 首相面相 感情婚姻 有独到专严见解 如果你的财运不价 情感不顺 诸事烦心 原主可添加本居士微信26682135 一一帮你调节化解 记住微信26682135 没有另外一个东西可以信的 它不称其为宗教了 所以中国的禅宗啊 是相信自己心中有佛啊 往往就不能够利入宗教的 的一种性质上面去啊 不能归类为一般的宗教了 那宗教的 宗教的 呃 条件就是啊 信徒 对于啊 特定的神 或者是呢 特定的 人格 把它变为啊 一种神 来啊 看待的时候啊 就形成了 宗教的 行为了 或者是呢 一个人呢 对于某一项东西 或者事物 产生了 神格的信仰 那也是啊 成为一个宗教的 啊 现象 所以我个人呢 是研究了 也几十年的 宗教 我认为呢 宗教现象里边呢 有很多是骗局 就是啊 如一般的 这个社会学者 所见到的 从心理学 从社会学 来啊 分析 那 可以 撤穿 许多啊 所以是骗局的 这种宗教行为 但是宗教 的现象啊 不能够 一开而论的 全部都是啊 骗局 全部都是啊 所以人造的神 这个是不公平的 所以宗教 他的确是有一些东西啊 是非人力 所能知 非人力啊 所能够啊 了解的 一些神的 神秘的东西 但是呢 既然是神秘 既然是不能让人 去真的了解他 所以呢 那也是个危险的东西 你信他的时候啊 他会给你一些帮助 当你不信他的时候呢 可能就有问题了 所以这个一般的 低级的宗教啊 他是啊 神心和魔心难分的 你对他好的时候 你崇拜他的时候 你接受他的指令的时候 他是帮你的忙的 当你有一些反叛他的时候 那你可能就要 在身心 会要受到伤害 那也就是说 受这些啊 宗教的 信仰的 在背后的灵 或者是神 说啊 控制 那么 因此呢 我并不啊 否定呢 宗教的现象 之中 是有啊 真正有灵体 或者是有鬼 或者是有神 这些东西存在的 但是呢 神 鬼 或者是灵啊 这都是呢 一时的现象 不可能呢 维持很久 许多的宗教的 呃 这种新兴的一些 灵媒性的人物 这个是的信仲们呢 觉得遇到了神了 真正遇到了佛了 真正遇到了佛了 真正遇到了活佛 活菩萨了 其实那不过 只是一种啊 灵体的寄生 寄托的一种现象 那么这种现象啊 呃 最好啊 不要去信他 他虽然是有灵验 有意象 但是你信了以后啊 这个就是说 这个什么 尽鬼神而远直 是可以的 是好的 还有呢 最好啊 不要跟鬼神打交道啊 人为什么要跟鬼神打交道 人跟鬼神打交道呢 情为容易 送鬼难 这是一个非常不幸的事件 所以是人呢 有了问题的话 最好去找人 不要找鬼 找灵 找神 找人呢 有智慧的人 来帮助你 你就走不掉了 因此 对于我来讲 遇到的这些人 有一人呢 遇到了这些问题的时候呢 如果要我帮助我 我很简单 我说你 从此以后不要再碰他啦 从此以后你再不要去了 虽然他会 他技术不断的干扰你 还会来找到你 你不要去呀 你不要相信他 虽然有一段时间 你的身心都不自在 你感觉上你很恐惧 你受到一种什么力量啊 让你觉得很痛苦 但是呢 你可以多拜佛 你可以啊 自己就是拜佛 同时呢 最好的一个方式呢 观空 空的意思呢 就是我的身体是假的 你要抓我去也没有用 我的心也是假的 你也抓不到我 我也不怕你 你要抓我 我 我不去 你要我去 我不去 你要抓我 至少我不想去 你一次一次的来找我 我一次一次的不想去 这样子 但是呢 还是要多拜佛 拜佛就是你在家里拜也可以啊 不一定要到庙里拜啊 你到庙里拜也可以啊 但是你不是这个 为了求佛来帮助你 来打那个鬼 不是 让你的心中啊 增加你的抵抗力 如此 如果能够这样子的话 那这种情况 渐渐就会消失 但是要有耐心 如果你信了一年 两年三年的人 你至少也要几个月的时间 你要有耐心啊 几个月的时间受困扰 然后渐渐渐渐 又来又轻 又来又轻 最后就没有事了 我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